因为明天馒头要回来了 我想要做一个求婚的仪式 给馒头这样 顺便给他一个惊喜 好他们刚完成了 就是后面这个 Marry me 就是因为他们刚刚做的 我觉得还蛮辛苦的 来帮我们拿行李 他是Grab司机耶 大家好我是Jason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频道 因为明天馒头要回来了 然后我想要做一个求婚的仪式 然后给馒头这样 然后顺便给他一个惊喜 那今天算是前一天晚上 我有找一个工作室 然后他帮我来做一些气球 就是帮忙布置一下家里这样子 对就是这两位 对 然后也顺便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这次整个求婚的过程这样 好然后现在他们要开始setting 然后我就拍给大家看 就是大家他们setting的样子 跟之后这个整个布置完 会长什么样子 我们的影片正式开始 好他们刚完成的就是后面这个 marry me 然后就是因为他们刚做的 我觉得还蛮辛苦的 像上面那种 他们就是要用那个什么扫帚 然后这样把它弄上去 我觉得这算是我第一次就是很 表达我对馒头这个真诚的心 不然平常我们两个比较少 就是互相的表达 对对方的感情这样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就是我们男生就是要 好好的去表达我们对另外一半的这个 的心意这样 另外我这次的 其实我的钻戒其实还蛮的 买的就是价钱算偏高啦 对因为我想要给馒头一个好的 一个戒指这样 因为他很喜欢戴戒指 然后但是他们有一个很 比较昂贵一点啊 或是很 例如是黄金啊 或是什么白金这类的这种戒指这样 所以我就想说 那这次我也买 好一点也是当做这个 订婚啊或是结婚的这个 钻戒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对那我现在要先去写一些啊 明天的一些小小的台词 对那我们明天见啰 好大家早安现在已经到了隔天 就是今天馒头我就要准备回来了 然后我昨天还有点睡不太早 就是我昨天大概12点就躺床 但是我大概到2点3点我才睡 那有点紧张吗还是怎么样 对然后他昨天那个工很粗耶 那我那个Merryme已经不见了 就是我在睡觉的时候发现他就一直掉一直掉 现在剩下M而已 对超扯的 然后我现在还要再重新再就是安排一下这样 那等一下我们的计划就是 我会去机场然后接馒头回来 然后我们就是会坐机轮车嘛 那坐机轮车之后呢我们就是会 可能我会跟他说我在楼下去买个点东西 然后我再上来这样 然后让他先上来 那我这边等一下会先架一台相机在这里 就是看他等一下开门的反应 那我们就看看我们今天的计划可不可以成功啰 好然后我先setting这个一下 不然这个有点太绕帅了 超靠北的 好我刚到机场了 然后现在刚好是10点多 就是馒头也刚好已经到胡志明了这样 那我们现在去机场里面等他一下这样 那来的路上我本来想说要不要做一个简单的牌子 就是在越南这边他们都会做一个牌子 然后写名字然后这样拿着等那个人回来这样 对但是我刚忘记了 好看看是哪个大明星来了 好他们还没看到我 我来了 因为你要排号跟他一样吗 我本来要拿但是我忘记了 我刚坐车来的时候我才想到 我还看那个有我的名字吗 你还在看是不是 这是你穿的最漂亮的样子吗 我刚才里面我演过一首的你出来你会跟我说你整个这样是漂亮 你说我要穿漂亮一点 就是你穿这样是漂亮是不是 我最漂亮的衣服 可不可以回来或几名要舍我 什么意思 在家乡太久了 好像没有办法习惯这个程式的步调 慢慢习惯 慢慢习惯在家乡 可以啊 这种小事情 你要接受这边的步调 这个步调已经很快了 快点打Grab 快点 快点快点 还帮我们拿行李喔 因为他是Grab的司机耶 今天要让我们干杯干杯啊 干杯啊 干杯啊 这边他是有车的 所以他那个又 我去买个饮料哦 你先进去哦 买饮料 对啊对啊 你先上去你先上去 我去买个饮料喝 可 你先进去你先进去 馒头还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骗饮头先上去 我先去假装去买个饮料 然后看他什么时候上去 然后上去之后我就是 等一下再冲回去这样子 好 稍等一下 还好我没有坏掉 吓到了吧 真的这个铺很久了 这个梗铺很久了 怎样 你找了什么东西 找了什么东西 等一下还没有 我要那个 很乖很乖 我要准备了 你帮我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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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 我要准备台词啊 我真的有写一个台词 我要跪下来 我不要了吗 不用了 不用是不是 不用了不用 好 好 好 我 很尷尬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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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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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彼此呢 相处了很长一个时间 然后我的个性就是很 很机车啦 有时候很怪这样 但是我们也有很多 一样的个性 就是我们都很固执 那记得如果 之后嫁给我之后 我还是会很固执这样子 我 小艾斯 你会改 我会改 我会改 我不会改 我会这样 好 在两年前我们开始我们的 YouTube频道 那虽然中间你删了30个影片 还记得 我还记得 我一定要记得 然后我们 那时候想要放弃了 但是我们又做了 我们有时候就是半夜也一直在弄影片啊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一直这样坚持下去 去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 我不是一个太会表达一些自己情感的人 你也知道 但是我觉得 在这个时候我要去表达 我的情感这样子 对 然后 虽然我们的越南结婚证已经拿到了 但是还是不能少一句就是 你愿意嫁给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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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我 怎么说 你愿意我不愿意要让你先 你愿意我不愿意 我愿意 好 然后我有买这个 这个 哇 哇 怎么带 就带进去啊 你带给我吧 应该我带 可是我 你知道我 我这个size我怕买错 来来来 应该可以吧 哪一只手 买错不能换 买错就带这只手 看可不可以 应该是可以啊 会太大吗 有点大 那你要带这只手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喜欢吗 ok ok 对 帮一个帮一个帮一个 帮一个帮一个 帮一个帮一个 嘿 怎样有有吓到吧 算有吓到吗 有惊讶吗 对不对 其实我昨天没有去打球 直接你没有去打球 我昨天没有去打球 我昨天就是我们有 一个约一个那个人来帮我们弄这样 把他弄成这样子 然后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个尺寸 我应该是有买比较大啦 对 应该 在这里也好 应该可以是不是 好看吗 好看 这钻石喔 这真的钻石 真的钻石 真的钻石 我看 然后你就量了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他又大 因为你量的方法量错了 然后我想说那我不要再问一次好了 不然 问一次你就再知道了 所以我想说算了 我那天我就去买 我就那天去买嘛 对不对 我就给他看你的手的照片 后来就是 他就选这个尺寸给我 那因为我也不知道 因为你的那个戒指啊 我就拿这一盒 我就拿这盒去啊 然后他就说 你这个都太大了 没有一个是他可以量的 就每个尺寸都不一样这样子 然后后来 就想说好算了算了 那就 他看照片就好 可能是这个尺寸 但是应该是还可以啦 应该还OK 钻石啊 应该知道啦 现在去哪里 现在感觉是怎样 现在感觉怎样 不知道 很特别吗 很尴尬 很尴尬吗 还好啦 好 好 耶 成功了 好 然后今天就是拍整个 馒头回来啊 然后跟我 求婚的影片 这样子 谢谢 Ryson 对 喜欢影片记得帮我们 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